中东启示录五 爱上女老板 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在凶人和日耳曼人的反复摧残下 咽掉了最后一口气 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作拜占庭帝国 依然与波斯帝国斗得不死不休 夹在两者之间的丝绸之路也越来越不安全 于是擅长经商的阿拉伯人 逐渐把贸易的中心转移到了 另外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 麦加 公元571年 麦加诞生了一个传奇人物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幼年非常凄苦 出生时父亲死了 六岁时母亲死了 八岁时祖父也死了 最后他被伯父收养 穆罕默德的伯父也不富裕 穆罕默德童年时就替人放牧 十二岁起开始外出经商 经商需要投入 但穆罕默德既没有太多资本 又乐善好食 所以他一直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奸商 25岁那年 穆罕默德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在伯父的介绍下 穆罕默德开始给一位有钱的女老板打工 这个女老板叫贺蒂彻 她出身名门 经营着庞大的国际贸易 还是个貌美的寡妇 穆罕默德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逆袭 和40岁的女老板相爱结婚 至此 穆罕默德不再为生活的艰辛而奔驳 有了大把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经过15年的思想沉淀 穆罕默德在公元610年 创立了伊斯兰教 当年阿拉伯半岛盛行偶像崇拜 麦加的天坊中 供奉着各式各样的偶像 是阿拉伯人的朝拜中心 而麦加贵族是天坊的管理者 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伊斯兰教的伊审论和反对偶像崇拜 不可避免的损害了麦加贵族的特权 所以当伊斯兰信徒越来越多时 这些信徒所受的迫害也随之而来 万般无奈之下 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 偷偷跑到了麦地纳 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穆罕默德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通过袭击麦加的商队 获得了第一桶金 穆罕默德的威望和队伍不断壮大 八年后 穆罕默德亲率大军征服了麦加 随后 阿拉伯各部落纷纷归顺 阿拉伯半岛基本实现了统一 公元632年 穆罕默德与世长辞 短短一生 穆罕默德把松散的阿拉伯半岛居民团结起来 使他们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 并创立了自己的民族宗教 建立了强大的统一国家 为阿拉伯文明黄金时代的到来 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 穆罕默德的突然病故 也让继承人的争斗进入了白热化 间接导致伊斯坦教分裂出 虚拟派和实业派 两派千年来相恨相杀 直到如今 依然是中东地区随时都能引爆的炸弹